西游记其实描写的是一个青春故事 就是孙悟空的一个取经历程 所浓缩的人生的意味 一开始的时候 大家都是一只猴子嘛 都不是太受这个社会规则的束缚 大家都纯真无暇 大家都想干什么干什么 想吃什么吃什么 想作什么作什么 很多人表示说我们很羡慕猫的生活 那是因为都市人日常生活当中 想吃就吃 想作就作 然后不用顾虑任何东西的就是猫 但事实上一只野生的猴子 肯定比猫要愉快嘛 特别是生活在热带的猴子又不缺吃的 生计上面没有什么压力 一般来说天敌也威胁不到他的生存 那么对他来说 世界是一个栩栩展开的 自由自在的 完全没有边界的画卷 那么取经的历程 就是宏大的人生必须完成的使命 这个过程很像是一个人必须谋生 必须长大 必须养家糊口 必须承载着更伟大的人生 报复和人生追求的过程 一部古典的名著 他要到今天 你还能读下去 那是因为他内心当中 他一定有一些东西 是现代人所需要的 是你今天的心灵投射 所能够折射出内容的 西游记最能够折射出内容的 那一只像我每一个人 都会走过的人生阶段的 那一只猴子 你今天看西游记 给他去改写现代小说 有谁会去写 以唐僧为主题的小说 太无聊了对吧 没有意思的 但是很多人被那只猴子打动 很多人内心当中 都希望留着那只猴子的影子 大家可以看到 明显西游记的前半段 孙悟空跟唐僧的师徒冲突也好 跟周围的这些人的冲突也好 会更尖锐 那么他走到最后 他自己就开始接受了这种生活 就是人间正道嘛 我们每一个人 或者每一只猴子 最终都是要走回人间正道上 虽然这个人间正道 不一定是你自己 很开心的那条路 或者说不一定是真正的 释放天性的那条路 但是是你所在的 这样的一个世界 规定你 必须得去走的那条路 就像你的使命 孙悟空的使命 是护送唐僧去求金 这个世界上 最后最开心的 其实还是那一只 在花果山上无拘无束 既做不到与天地同寿 以做不到与日约其光的 但是却绝对绝对的属于他自己的猴子